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宋太宗亲出大军十万出郑州北进 突破了辽军在驱马河的左折 进为幽州 击败城北辽军一万多 26日 太宗明宋屋翠燕 等四将衰军分四面攻城 辽将韩德酿 和耶律学古一面安抚军民 一面居城固守代援 团住青沙河北的辽将耶律邪陈 因为宋军势大 而不敢冒进 只是声援城内辽军 辽境中在6月30日 文知南京被围 急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率兵枉救 耶律邮哥统遂五院军之精銳 持赴前线 7月初六 耶律沙大军至幽州 宋太宗督诸路军攻击 两军战于高梁河 耶律沙历战不支而败退 然而当时的宋军连续近二十日不停地猛攻幽州城 事卒一早已经疲弹 所以追击十万 令宋太宗似了不及的是 耶律邮哥率军出其不意间道而来 人人手持火具 宋军不知其多寡 未等交战 心里面已经发出律 耶律邮哥先后收容耶律沙败军 令到他和宋军相持 然后和耶律邪陈各自统书精銳骑兵 从耶律沙的左右翼挺进 乘夜夹攻宋军 这个时候宋军才发觉 已经被包围 又无法抵抗辽军的猛攻 只可以纷纷后退 连夜难推 争渡奔走 他不成军 甚至宋太宗也和朱将走散 朱将也找不到各自的部下军事 耶律邮哥一直追到杜州城下 获得兵器 富恩 粮草 货币 不可升数 高梁河之战是宋朝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击辽 是宋朝为修复幽州失地做出的第一次努力 最后以失败告终 高梁河落败之后 宋辽平静了几年 但宋太宗积极筹刑易到北伐 以说前耻 公元982年 辽景中去世 耶律龙水计位 视为圣中 因为年幼 他的母亲萧太后涉政 宋洪州首将何令图已辽低年幼 内部不稳 建议太宗在公幽州 太宗心动 参知正是理智以良草 均械缺乏 准备不充分而反对 但是太宗就不听 在公元986年3月发兵三路公寮 东路曹斌十万人出洪州 众路田仲进出飞湖 西路攀美 杨叶出岸门 三路合围邮州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 还、索、云、应等州 众路攻占灵邮、惠州等战略要地 东路夺占固安、夺州 辽祸式宋军北伐 直派耶律末子率军为先锋 辞援邮州 少太后戒辽聖宗随后亲往督战 辽军以图以南京留守耶律邮哥抵约宋东路军 耶律邪陈抵制宋西路和中路军 而聖宗太后率大军进驻邮州 以重兵击溃宋东路 再击退西、中路 由于辽军主公点不在西、中路 所以宋中、西路两节部频传 东路宋军将士纷纷主动请战 速主随曹宾北上 曹宾难亦众愿 便率军北进 一路不断遭到辽军习 事迹下归、天气酷热 宋军体力消耗很大 抵达杜州的时候 东路军上下都已经疲憊不堪了 这个时候 辽姓中和萧太后所捕辽军 已经从幽州北交进至 杜州东五十里的陀罗口 攻占故安 而和曹宾对峙的是辽罕将耶律邮哥 他正苦视眈眈 欲自己攻击宋军 曹宾禁于敌主力当前 难以固守拒战 而己军又面临凉草将尽的形势 令军队向西南撤退 遼耶律末和耶律邮哥见到时机已驚到 即令辽军追击宋军 5月3日 宋军在奇卡关被辽军赶上 困惑的宋军抵挡不住 銳器正盛的辽军所以大败 辽军追至驱马河 宋军四散奔徒 他不成军死伤数万 所遗弃的兵甲不计其数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惨败 就令中路军回住定州 西路军退回代州 而且以田仲俊、张永德等 沉稳持重的将领之诛州 以抵御辽可能发起的进攻 东路宋军已经遭到重创 而西路战事仍然在这儿进行 8月 宋西路主帅潘美 监军王新拒绝赴富帅 杨叶的合理建议 逼令他往索州接应南撤的居民 杨叶要求在陈家谷 撤伏以防御辽军追击 杨叶和辽西路主帅 耶律邪陈在索州南激战 因为遭辽萧塔 林军伏击而败退 杨叶按预定计划退到陈家谷 本以为这个地方有宋军埋伏将 折击辽军 怎知判美、王新违约 一早已率军逃走 杨叶奕奋自己被出卖 但仍然率军力战 最终因世丹力薄而全军覆没 杨叶身负重伤之后被敷 绝食而死 北宋朝廷发起的 只在收回幽云十六州的 幽州之战 因自身的种种原因 已惨败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